资深媒体人周玉寇还有蔡玉珍去年大选期间 影射当时还参选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她的父亲蒋孝岩 22年前的金华非文案女主角 是前中国小姐张淑娟 还公布张淑娟的婚姻状态还有个资 张淑娟一气之下告他们诽谤跟违反个资法 台北地方法院今年7月起诉了周玉寇跟蔡玉珍 今天下午首次开庭 而在庭上张淑娟坚持不和解 说整起事件就像是台版的黑暗荣耀 要法官一定要重判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现身台北地医院 因为去年大选期间 她遭资深媒体人周玉寇蔡玉珍 影射她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父亲蒋孝岩 早年金华非文案的女主角 张淑娟一状告他们诽谤 周玉寇蔡玉珍遭到起诉 19号下午首次开庭 周玉寇提早一小时抵达法院 面对记者询问没回应快步离开 在法庭上周玉寇和蔡玉珍委任律师 纷纷希望能够达成和解 但张淑娟无法接受 认为面对纷纷扰扰自己都活在恐怖攻击状态 周玉寇蔡玉珍杀伤力真的很强 要付出惨痛代价 周玉寇姿态放很低 好几度道歉求和解 蔡玉珍甚至晒出各种药单 说自己身上出现好多病痛 针对这整起事件也感到自责 开庭结束 周玉寇蔡玉珍快步闪人离开 张淑娟再次猛力抨击 说不和解就是不和解 三个女人的战争还没结束 就看司法如何定夺 这一晚好马盛杰台北报导